小學的他贏過朗誦比賽甲等獎 亦在這段時間開始喜歡了社作 他喜歡跳舞 亦參加過不少的舞蹈比賽和表演 中學時代的他品學兼優 參與不少的辯論比賽和課外活動 去到大學的他憑著優越的成績 得到大學的獎學金和學研獎 當時的他亦是澳門五月師社的副理事長 更代表就讀的大學出外參加辯論比賽 亦在這時他正式成為電視新聞記者和節目主持 讀到碩士的他已經獲得不少文學獎項 更在二十五歲就出版了他的個人詩集 現在已經是新聞學博士的他 每日盡心盡力做好作為大學課程主任的工作 正是不斷地作育英才培育下一代 他是詩人 是記者 是時事評論家 又是大學教授 他一個人發出不同的聲音 今天 藝民暴落就帶你認識這位文壇才女 林玉鳳 林玉鳳 是土生土象的澳門人 他的著作亦不計其數 至少就喜歡寫作的他畫 之所以會開始喜歡寫東西 是因為在他小學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得到鼓勵 我記得當時我們剛剛學做句 一個句子 做句子的詞叫做天才 我就寫了一個句子叫做 他唱歌行有天才 然後就拿出一個冠軍 我後來回想起也覺得很好笑 其實你是做對了一個句子 你就不懂得寫東西 我明白我的意思 只不過當時是對 可能很多人做不對 或者不知為何 總之就拿了獎 但可能這件事 這也會影響我對教育的看法 有時你對小朋友的鼓勵 或激勵會很重要 自此之後我就覺得 射東西很好 你會很開心 會有人讚你 可能會得到一些比較正面的東西 在生活或生命裏 接著我開始 也未很有意識 但我記得那次比賽之後 就長了一本硬皮的筆記簿 那時候我們讀書 就全部都用軟皮的功課簿 硬皮的筆記簿其實就很珍貴 那時候對我們來說 是一些比較奢侈的東西 我有了那本筆記簿之後 我真的很開心 我就會在花旗 在騎樓那裏 就開始寫東西 最早就寫日記 就是老師教寫日記 寫日記 寫日記就寫得一些感覺 基本上我小學的時候 我一直都有寫東西 去到中學就接觸了現代師之後 我就直接去寫現代師 其實你寫詩或寫散文 你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什麼 其實最早沒有什麼目的 就很想寫 就好像自己心裡 不知道有什麼 很想表達出來 我記得最初寫詩的時候 會不開心 其實小時候 我們現在看小時候 應該無憂無慮 但其實我自己想回自己小時候 或者可能現在的小朋友 都是一樣 大人不明白我們的 我們自己有很多憂鬱的事 很多憂慮 你不明白我 我都會不開心 大人會說你無病生忍 但其實小時候 是珍珍切切都痛苦的 可能是一些好笑的事 同學不理我 可能都會很有感覺 那時候沒有什麼目的 就自己想寫下 反而是 後來你說比較有目的寫作 反而是去到中學的時候 那時候中學 因為我遇到幾個老師 他比較鼓勵文學創作 他就會透過那些作文 看完之後 就會跟我們說 這個同學你可以試試寫詩 你可以寫小說 寫完文 然後就鼓勵我們投稿 那時候就會把我們作文投去報寫 然後有時候就會直接叫我們 你把你其他寫的東西拿回去看 林玉鳳曾經就讀的學校 可以說對他選擇投身傳媒的行業 影響最大 其實我最早的時候 就是我小學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班主任 他就很有趣 他當時我們早上有個叫班舞堂 講一下班的事務 他就不講的 他喜歡跟我們講時事 講一下今天有什麼大新聞 然後他就會講回 他知道很多大新聞背後的小島消息 因為他有些朋友做記者 他就會跟我們講一下 其實做記者 鐵腳馬眼神仙圖 需要一些這樣的特質 我們那時候小 不知道什麼叫鐵腳馬眼神仙圖 那時候就聽起來 好像一些武俠小說主角 覺得很有型 那時候就已經對記者這個職業 有些認識 還有就有興趣 來到中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都遇到很多好老師 很多老師他們都會講課的同事 又會跟我們講時事 然後會跟我們講一下中國 講一下世界 有經常都會帶了一些東西給我們 就覺得你除了讀書之外 你要關心一下這個世界 關心一下這個社會 那時候就經常會種了些種子 給我們 覺得你一定要找一些方法 去關心多一些這個世界 那到中學的時候 就會比較 再覺得做記者真的都會不錯 多對 我們來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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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皮革的部分 對 我們來講一下